HIGHS HOPPARD 嗨 大家好 我是HIGHS HOPPARD 我們今天要來抽這個感恩節 出來的新英雄 摩均斐尼亞斯 昨天呢 我們有測試了這隻英雄 在打工會的龍 還有泰坦 都會有不錯的成績 因為呢 他可以幫助煉獄的隊友 提高他的暴擊傷害 達到絕3的時候 甚至能高達50%的傷害 暴擊傷害的提升 所以呢 算是一隻對於隊伍 在刷積分上面 有很好的一個輔助能力 那麼就有人跟我說啊 可是國外現在都說 他是屬於一格戰士 一格戰士 我們看一下 其實他的攻擊範圍只有一格 很爛喔 確實啦 他的這個範圍真的不是特別的高 現在要出中一格的戰士 真的很少 所以呢 我之前才會跟大家說 他是屬於 就是打工會的龍 或者是泰坦廢墟 比較好用的英雄 如果真的是要去跟人家PK的話 他這樣子的一個攻擊距離 確實是他滿大的一個缺點喔 這個呢 如果你想要抽這隻英雄 也確實要仔細的去考慮 他對你的實用性高不高 那 我覺得能打泰坦廢墟就非常棒了 尤其 我們現在煉獄的話 我幾乎英雄如果有多這一隻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就幾乎我可以擺小丑啊 然後 施力特啊 然後 機器人啊 然後 雙頭膜 那再加那一隻 基本上應該可以組成一個比較強力的隊伍 所以我還滿有 滿有想法的 所以我會想要抽 然後加上馬葛達 我也沒有 那現在比較考慮的就是這一個啦 這一個 缺一個 可是我真的不太敢去賭欸 我真的有點不敢賭 因為 我怕他賭出來的是 那種矮人三兄弟 因為我還有一隻沒抽到 好不好 因為我上次拍影片之前 有說我有些圖鑑感覺我好像有抽到 是不是我賣掉了 然後他圖鑑沒開 後來呢 有朋友說 你只要有抽到圖鑑就會開 事後我只去想一想 想起來了 就是我在測試服抽到的 我誤以為我在這個服有抽到過 所以這邊呢 也跟大家解釋一下 哇這個 馬葛達這個屁股有夠翹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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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犯規吧 好不好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來抽一下 抽一下 來 馬葛達 斐尼亞斯 到底會中哪一個呢 一個是煉獄的 一個是 詛咒的 一個是 詛咒的 怎麼兩個會在一起呢 怎麼會兩個在一起呢 來 我們看一下 拜託 有沒有機會 金色 一發入魂 沒有喔 因為我們上一次呢 那個 一加一 抽過了 所以我們幾乎就是從零開始抽 魔君 馬葛達 隨便一隻都可以 好 沒有 好 那麼我們現在呢 20抽了吧 好 20抽 好 繼續 第30抽 拜託 快點出 這樣我就可以再多抽一次 一加一 不是一加一 多抽一次那個出現 好 就是 抽你沒有的 希望這個快出啦 這樣有多餘的 的鑽石的話 我就可以再去抽 那一個 好 再來 好 這個是抽一下喔 來 我抽 有沒有 拜託拜託 金金金金金 可惜了 可惜了 這個的 稀有召喚水晶抽完了 要花鑽石了 我先確認一下 你們幾抽啊 好不好 這樣我心裡才有個底啊 召喚紀錄 3 40抽 好 40抽齁 來 拜託 拜託拜託拜託 金色 金金金金金金 沒有啊 如果這次100多抽 就能抽到 代表孩子他爸的運氣 有開始回來了 因為我大約有測試過 你大約是100抽 左右人中的話 就代表 你最近的運氣會很好 好 應該現在是 50抽 再來 第60抽 拜託有沒有 沒有啊 感覺 好像越抽越爛 第60抽 沒有 這個收一下 成就 綠光璀璨 是什麼意思啊 一次十年 這段中 十個 這什麼叫綠光璀璨 就是衰嘛 就是倒霉嘛 抽得真爛的成就 這個居然讓我完成了 我應該是完成什麼 第一次十年抽 連續種兩隻金色的那種的啊 綠光璀璨 頭髮上面綠綠的喔 來 我們抽 拜託 金色 金金金 沒有啊 好 再來 80抽 拜託拜託 80抽啦 金色 啊沒有 好再來 90抽 拜託拜託 90抽 來啦 金色 好 剛剛那種感覺很像金的感覺 但是就是沒有轉過來 好100抽啦 應該是100抽了齁 第100抽 有沒有機會 直接來金了 真的來金了 運氣來了 我就說 100抽就是運氣要來了 菲尼亞斯 馬葛達 千萬不要賣 帥 有一隻馬葛達就可以了 其實中這一隻我也蠻開心的喔 有沒有機會雙金啊 雙金 雙蛋黃 有沒有機會雙蛋黃 好沒有啦 好 喔 等於說中了這一隻 馬葛達 我覺得也還行 我現在想要來抽這個 抽這個必中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這次的一個必中池 有哪些 我們去看一下 必中池 他的卡池 保底機率 因為會中一隻沒有的 那這個會不會 喔 他也包含哈之王耶 哈之王我沒有 可是他的 其他的我都有耶 就是領主 所以領主我是不會中啊 但這邊呢 我是想要中特維拉 別西普 努美拉 這些 但是我也很怕中其他的 哈哈 遊戲公司 會不會之前 真的被我們投訴過喔 然後 覺得今天運氣還不錯 那麼特定英靈召喚呢 也是有把我們的 我們的馬葛達抽中 雖然沒有抽到 魔君 斐尼亞斯 不過呢 啊 我覺得兩隻的重要性 都不錯 再加上馬葛達 有新的時裝出來囉 好 那麼 時裝要不要買 我再來想一下 如果要買的話 我們下次影片 再傳給大家看 如果覺得今天影片還不錯 歡迎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